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这期我们讲一下这个命运线的支线的走向 命运线如果是说 这个它的支线向下 向下走,走向了月球 走向月球,这个正面的影响 如果说是走向月球它的这个支线跟命运线紧紧相连 就是从这个跟命运线刚好相交 结合在一起 这是往这个月球方面的这个走向的一个支线 这个就代表呢 它会显示出跟特定的关系对人的影响 比如说因为异性关系比较好 碰见异性的贵人使得你事业上比较发达 那么它不同的支线代表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往长秋的方向走的支线呢 是代表个人的成就 比如说往水星秋的方向走 我们说水星秋有钱财文 这个是代表偏财运势比较好 那么这代表财务上的成功 如果说这个命运线它支线往太阳秋上走 太阳秋上有太阳线 那么这个是往往是这个个人的能力得到满足 如果是它的这个分支往土星秋上走 那么代表是实质性的获利 往木星秋方向走 那么是身份或者地位上的成功 这个名望非常强 有长全财 那么支线往月秋方向走 那么代表恋爱关系 如果说是它这条支线没有接触到命运线 就是它这个是隔空连接的 表示爱情不成功 如果是它这条支线跟命运线连接在一起的 那么表示啊 往往是你的爱情 婚姻呢 往往跟利益结合在一起 跟你的事业结合在一起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它的这个命运线上面呢 它有新闻 跟星星一样的纹路 相互交错 当然画得不太好 这是一种新闻 那么这就是像这个电流 到达了这个 到达了这个命运线一样 同时呢 这上面有一个保险丝一样 上面出现这种新闻呢 表示可能有一些复合过重 复合过重 命运线上的横文 代表是困难 我们看见很多人的命运线 事业线上有很多横文 短的横文代表困难 表示呢 根据你的流年 表示在出现在 哪个年纪阶段 会出现事业上的困难 证明执行有困难 导文呢 是挫败的记号 有可能代表工作上不满意 对目前所处的处境啊 这个有所觉醒 或者是有段时间 发生一些经济拮据的情况 命运线 这个出现这种横文和新闻 包括它的这个导文 都是不太好的 新闻呢 其实就是对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或者是事业状态 产生冲击的一种纹路 表示呢 会出现令人震惊的 比较奇怪的事件 严重冲击到你的个人感受 或者个人事业 断裂 我们经常碰见这种 这个事业线断裂的情况啊 断裂的话 是显示职场生涯 或者生活方式有重大的改变 如果终点处啊 这个有重叠啊 或表示这种改变呢 是经过深思俗力 所下的决定 就是说你考虑的比较多啊 思在想去之后 还是改换行业 就出现这个事业线的重叠啊 这是所以说我们看这个 为什么出现 哪个年纪出现改行换业的一种 这个一种记号 就是看这个事业线 在哪个年纪阶段啊 出现重叠啊 好了有关这个命运线的一些特点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涯玄界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关注我的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